盛母山莊步道 古風崎到4K處 來到嬌溪把車子停在 古風崎瀑布下方 沿著步道走上來 木正道規劃完善 走起來相當舒服 進入古風崎瀑布風景區 順便欣賞古風崎瀑布之美 走過拱橋 聽那潺潺流水來到了 第三層瀑布區 舞風崎山位於宜蘭縣 郊西鄉的西側 雪山山脈 與蘭陽平原交接處 遠遠望去 突出於平地的五座三樓 宛如戲劇武生飛上的 五面驚奇 是郊西鄉 庶民的風景區 俊俏的武崎瀑 海拔雖然只有500公尺 但三世陡峭 絕必騰生 此種峭壁 絕線的地形 乃是十分堅硬的 士林沙岩 所構成的 山峰間有登山步道 可以攀爬 步道鏡頭是 第三層 瀑布的頂層 瀑布由峽谷 直屑山岩 瀑布全長 100公尺 共分三層 上層 瀑布約50公尺 四峽谷奔流而下 穿過山岩的水流 在形成 中層瀑布 由山壁中穿出 約30公尺 氣勢磅駁 立於 關瀑亭 以及家之視野 敬賞 極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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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綠山谷 下層瀑布 約20公尺 自然形成的 小水潭 潭水清澈 順流而下 水池清澈 清涼無比 炎炎夏日 前來避暑 讓冰冷泉水 清新敵綠 古豐崎瀑布 古豐崎瀑布 是沿 礁溪斷層所形成的 斷層瀑布 地質上屬 士林砂岩區 硬葉岩 可見 霹靂 但未打板岩 瀑布形態上 瀑壁傾斜 流向與地層走向 層大角度相交 沿層向上油膩斜 上層瀑布由 厚層狀 細粒石英砂岩所組成 其下為層底清晰的 硬葉岩與 粉砂岩 瀑布細長 下有瀑壇形成 中下層瀑布 則皆由 硬葉岩構成 中層瀑布 生亦為細長 第一層瀑布 但無瀑壇形成 下層瀑身 長寬瀑壁的較為接近 下有瀑壇形成 江西斷層穿過雲南平原 西北原 東南陷落 西北上升 由於河流侵蝕 瀑布不斷向後退 直視硬岩層 才減緩 形成今日的風貌 上層瀑布 露出 四零砂岩岩層 坡兔平板 為瀑布 發育於 硬葉岩上的證據 上層瀑布 海拔約 230公尺 落差42公尺 長12公尺 寬15公尺 深 2公尺的瀑壇 中層瀑布 海拔約 180公尺 落差 24公尺 無瀑壇 下層瀑布 海拔約 160公尺 落差10公尺 長6公尺 寬7公尺 深 2公尺的瀑壇 聖母朝聖地 我好像真的瀑壇 聖母朝聖地 位於宜蘭礁溪 也就是 著名的 五峰崎 風景區上方 要進入聖母朝聖地 要經過 五峰崎瀑布 沿著第3 第2層瀑布後 可以看見 聖母朝聖地的標誌 遊客們跟著指示走 約15分鐘 即可到達 聖母朝聖地 被天主教 視為聖山 相傳 聖母瑪利亞 乘於 聖母亭 顯靈 指示 五位登山客 安全下山 未敢任聖母 並於聖母亭旁 建立 一座 聖母巷 聖母朝聖地 佔地約 百平 園內有一座 天壇 造型 圓形的 天主堂 帶點中國風 若不是上方有十字架 從外表看應該不容易發現 這四個天主教堂 聖母朝聖地 我們接著從聖母朝聖地出發 沿著山路 緩緩 往上走 沿途設有良亭 可供休息 抵達通天橋後 現在時間9點14分 來到桂林峰 休息站 就是聖母 登山步道的起點 很香喔 桂花香 聖母東山步道為天主教徒朝聖之路 天路坑道 好多桂花 亦是前往南洋五月之一的 三角輪山 之中繼站 前往該地 必經一條長4公里 約1.5小時 絞成的緩坡 沿途為赤森林 與仁兆林 鳥類及昆蟲 相當豐富 9點21 來到這個 小瀑布區 這邊水源清涼 好涼好涼喔 摸一下摸一下 手水 冰涼的水 冰涼冰涼 這個水都來自於雪山 之後為陡深的 1.6K的登山步驚 上去約 1.5小時 涼亭喔 途經 溪谷 跌鋪 闊葉嶺 風窗矮嶺 建築嶺 風窗矮嶺 中底 林極上的 觀景平台 這邊有水源 還不錯 步道面 林 派平洋 冬季吹 東北季風 潮濕波雨 這邊小休息處 加入雨後 一跨起霧 變幻無常 常見東山飄雨 西山晴 之奇景 現在時間9點31分 看到 一撮白牧林 這一段 還蠻多的那個 變幻多 風窗 變幻多 是 曠擬 空間 泡 9点35分 来到三叉路口 我们要靠左手 右手边这条可以通到五峰级瀑布 我们选左手边这条 在上圣母山的山头 现在是2.5km位置 然后接下来是通天桥 然后圣母山庄 9点45分 来到三叉路口 这段时间都走在树荫下面 还蛮凉爽的 圣母登山步道的游栏 相传民国66年1977年 天主教徒罗东灵医会八瑞士修士 为了在山上兴建圣母山庄而开辟此步道 民国69年1980年11月9日 自强登山队的五名队员 从平陵月嶺三角轮山 准备从郊西下山时 因中途迷路 时间拖延至夜晚 最后因白衣人影而成空脱险 事后报至天主教台北总教区 而新建圣母朝圣地 现在时间9点53分 我们来到3.5K的位置 9点55分 来到这个指标 上面写着0道 路幅缩小 车辆禁止进入 好 现在时间10点 我们来到4K处 这边有个很漂亮的坐标 圣母旺山步道 等一下 这个按照哪 按照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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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天 路幅 那这样 凉捷 voodoo 防D靡 有晒